空拍機飛過拍下 南投坑內坑西 河窗裡滿坑滿谷全是垃圾 變成了垃圾河 一路沿著河流飛 竟然長達上百公尺 落一個河 你看本水就流了 你看看 連日豪雨造成河水暴漲 而山洪也沖出了山谷間的垃圾 仔細看河窗裡淋料罐 塑膠袋 甚至衣服 褲子 木板 各種廢棄物都有 你看像你用那一條 用三條流的 南投縣環保局指出 溪流源於八卦山台地 沿線流經的景點非常多 有立志為主題的青紫園區 遊童花季賞花景點挑水古道 微笑天梯喉探景的天空之橋 還有民間的瘦天宮 每到假日總是人山人海 研判疑似是民眾長期以來 亂丟垃圾累積而成的 坑內坑西 它橫跨了一個民間跟南投 所以說它整個上游地區 不管是農業的活動 或者是說觀光旅遊的一個遊客 產生的垃圾也 說大家都沒有一個空格心 這個也很害怕 風景枯也這樣吃起來 我哪個都看得出來 這是不對的 觀光景點帶來了人潮 垃圾卻沒帶走 東西吃完喝完垃圾 致蟹平灌水手亂丟 嚴重影響河川美景 真是大雨過後的另類災情 也只能靠民眾的功德心 共同維護環境 記者洪建民李若珍南投採訪報導